今天啊,还是现在的福尔摩斯 要是有证据能定肥牛的罪的话 当年我已经把他抓到了 还会到今天今日 麻烦你们这些晚备来办案 我 不是啊,文叔 你不是,我怎么知道呢 这个肥牛啊,已经想要摆了这么多年 我们今天,已经要将生殖依法 你已经告准上面,那是办案了 嘿嘿,没有 你不怕搞不好 你的饭碗都保不够吗 文叔 哎哟,你不懂我的心情了 就叫我肯十倍速三的话 我也未必可以通过体能测验啊 我还不如 跑不成交,救出好球技 嘿嘿 有没有人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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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是陈娇姐姐 我就是陈娇,什么事 你 你 那,孙嘉明是谁啊 我就是啊 我老婆,孙嘉明 你问 我是人口捕查课的林警官 我问你们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没有 没有 哦,你们看清楚一点 八年前,这里发生一场大火 你们住在这里 有没有见过这个可疑任务 林警官,你是来查户口的 还是来查案子的 我 我 我们 户口捕查课跟新日主合作 不可以啊 哼 我告诉你们 我问什么 你们答什么 见都没见过什么回答啊 那时候急着逃命 他管了那么多 哎呀,你 哦,对对对啊 有没有听附近居民说过 呃,当天晚上发生什么事 看见什么人 全烧光了 房子没了 全人都死光了 每个人哭哭啼啼的 都管了其他事情啊 就是嘛 八年前的事 就算是面对面啊 我也不记得了 你 记住 不知道你 谁 谁 哎 文 文叔 哎 你这么晚了 你来这里干什么 怎么 在这个警队 吃苦受了十几年 亲水用那么一点点 那怎么卫生纸回家用有什么样呢 你 你偷卫生纸啊 你 你 你 我明白 那天啊 火災生纸是在 淡水宝城街十一下 十一号 户主叫做梁耀臣 少死了 对啊 哎,可是啊 户口里面 还有一个小孩子 是民国四十三年出生 当时是 四岁 我记 这现场 并没有发现那小孩的尸 也没有人 发现他的下 之后 就一致列为 失踪人口 哎 他可能就是这个案子的 勿计交代呢 对 可是人呢 人 找啊 他可能是被骗毒啊 骗走了 或者是死 这人很忙忙啊 到哪儿去找呢 我们啊 没几个钱 都要给袋装起来 谁都不准偷偷去拿 哎 小包啊 那这些钱 要藏在哪里啊 这些钱 要藏在哪里啊 厨房 不好 那 裁方 也不好 这时候你没有拿弄好的吧 更不好 哎 那到底要藏在哪里 你们没有听姐夫兄 说过的故事吗 最危险的地方啊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安全 书包咯 书包 啊 对啊 看来这里面啊 这肥牛啊 绝对找不到 真的吗 相信我 哦 我肚子好饿 能不能拿些钱 再买面包吃啊 不行 你忘了吗 我们以前就是一有钱 就买东西 才存不到钱的 现在才叫我小方管 你有想要买东西啊 啊 可是我的肚子 真的饿得好难过 饿又饿不死你 我警告你哦 你不要拿走自己的钱 我钱存够啦 我就要走 到时候你钱不够不能走 你就不要求我 肚子饿 这才还是真的 刚才吃完饭没多久啊 哎 人家才发育时期嘛 大人特别容易肚子饿 我教你一个办法 分散注意力就行了 来跟我坐 坐不定挺身 我肚子饿了 我也要去睡觉 哎 你不坐啊 坐 你们都不坐 没关系 我自己坐 坐得到 给你钱买东西 坐得到 给你钱买东西 坐得到 给你钱买东西 给你钱买东西 哎呀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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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生 你的钱包露出来了 小心哦 好谢谢你 对不起 好了没有 好 谢谢 你钱包要放好哦 小心点 嗯 好谢谢 你钱包要放好哦 哎哎哎 干什么 哎 三八坨 已经第四天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哎 算是消极的抗议吧 我劝不动你们不做扒手 我只有劝其他人要提防你们咯 那是不是我们去哪里 你就跟到哪里 嗯 暂时呢 我只有想到这个办法 有没有更好的建议啊 你是不是吃饱饭没事做 闲的话 就找事情做 好 随便你怎么说都可以 总之呢 你们只要一天不罢手 我就一天不会放弃 哎呀 我的金链子 是不是被看哪几个匣子中掉了 我也不知道 我帮你找找看 好啊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项链 那你的小孩呢 哈 这叫做道高医生 魔高医障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爱你有几分 你看这 这座家的金链 哇 忙那么多天才这么一点收获 哇